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Snipex的螢幕截取 還有什麼,教學圖片也好,還有資料比對 還可以做便利貼 那我剛剛提到它的Windows版也有Mac版 原則上Windows版就是免安裝的 那Mac的部分它就必須要從它官方網站下載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您剛剛如果從我這邊下載了這個之後呢 您直接解壓說 我在這邊給您看一下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直接解壓說 解壓說完了 它裡面 你們的應該只是32位元的 裡面只有一個執行檔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老師的 如果是Windows版本 您在這邊就有一個執行檔 點兩下就好,就可以執行了 那如果您是那個 需要下載的 Mac的 您打Snipex的 Snipex的 您連到它的官方網站 您看一下這裡 在它官方網站上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Mac公測版 您要用這個版本 就是插在這邊 那功能基本上都是相同 都是相同 好,那麼如果您執行了之後呢 您看一下您的右下角 您的右下角就是在那個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圖 多一個這個圖 好,如果你覺得 不要它躲在裡面 你就按著 往外拉 拉來這邊 好,就是它原本 我們現在預算的通知列都會收起來 嘛 所以您可以按著它往外拉 這樣就好 這樣OK嗎 以這個軟體來講其實沒什麼差別 你要不要放在裡面是都OK 好,那我來講一下 它有哪些可以使用的情境 好不好 我先問一下各位老師 抓圖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用任何軟體 應該老師知道 鍵盤上那一個 哈哈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用那一個 我會建議老師 最多你要搭配一個快速鍵 因為如果你按那個是 print screen是全螢幕 但是是不是會包括 連下面這些工具列那些 全部都抓到 您可以搭配一個快速鍵 叫ALT alter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只要 比如說您看這裡 我只需要 s-mine的這個畫面就好了 這個應用程式 你Alt 按著加這個 它就會只抓 你正在使用中的這個視窗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工具的時候 你可以用的 但是常常我們在教學上 或者是什麼 就是實務上使用 我常常都是只要局部而已 對不對 我常常只要局部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比如說 我在這邊好了 我要抓這個 這個畫面 那我就按這個 你看 滑鼠移到它的上面 有沒有看到快速鍵是什麼 F1 對不對 鍵盤上的F1 好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按一下鍵盤上的F1 有沒有進入擷取模式 就是 Mac也是一樣 應該都是F1 那我就 拖曳一下 就可以把你要的範圍 選好 但是 平常我們的 抓螢幕的畫面 你選好範圍之後 是不是就固定 就抓起來了 這個軟體不一樣 你還可以再改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今天抓完了 搞不好就差一點點 以前我們用丟拆一點點 就要重抓 但是這個你可以調整 甚至你可以移動 好 這是第一個它的 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工具鏈 平常各位用的 像這樣子 啊我要把這個網址給你看 我就把它框起來 這樣太細了對不對 怎麼辦 滾輪 有沒有話說滾輪就變粗變小 對不對 這不一樣的 再來你看下面 上面 是不是有箭頭 平常如果你用這種箭頭 醜醜的嘛 可是我喜歡它的箭頭 是這樣子 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地方 你看 滾輪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看起來 覺得比較有質感一點 好 再來第三個 你也可以打字 這裡 好 就在這邊 這邊 預設的話 如果你要它變粗體 然後呢 可以加外框 這個時候 有個好處 你如果背景 是像這種比較複雜的顏色 是不是就有那個外框 不會讓你的字看不清楚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個是它幾個不一樣 當然像馬賽克 螢光筆這些都有 那一樣的 如果你要打馬賽克 我們在這邊一畫 這樣還好 可是這一支筆拿來這裡畫 是不是就太小 滾輪 有沒有 變大 你再這樣一畫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真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它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優點 那整到你全部做好了 你看一下那個工具列的右下角 有沒有三個圖 一個是複製 一個是 來問一下老師 你有沒有現在問小朋友說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問老師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跟我想的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以前叫磁碟片 現在小朋友說 那叫做記憶卡 哈哈哈哈 世代不敢 這個是直接存成檔案 對不對 但是呢 除了這兩個以外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 就是第三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圖釘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平常有時候 我要抓這個畫面 並不見得我一定要存下來 對不對 我只是要做比對 比如說 欸您上網 現在網拍 就是 購物是不是很方便 你買完了 要給人家匯款啊 呵 你是不是要看那個帳號 那你就把那個帳號畫面弄下來 然後你在 你不是有的 就線上付款 你是不是要回去再 要切回那個頁面 然後再去看那個 付款的號碼是多少 不用麻煩 切過去 你要切到哪裡 有沒有都沒關係 對不對 因為它就變成 所謂的 剪貼 那個叫什麼 便利貼嘛 但它便利貼還有個好處 我現在這樣是滿佔空間的 滾輪 往後退 有沒有縮小一點 不要愛到人家 要看的時候 再怎麼樣 滾輪 往前 有沒有就放大縮小了 這還不錯吧 所以我覺得它有些做法 是我們一般其他軟體裡面 比較 擷取軟體裡面 比較沒有採用到的一些新的方式 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麼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請問這個 下次開機會不會在 會 所以也可以當成局部性的便利貼 等於說我有某些事情 我就是要稍微記在這邊嘛 只要你不把它刪掉 那這個就會繼續留著 那它除了我們剛剛抓畫面以外 文字也可以喔 文字也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暫時 就好像剪貼不一樣 我發現這一串字 我現在暫時要用一下 可是我可能待會 我會再去複製情 要圖片啊 或檔案啊 Windows裡面內建的剪貼不好用嗎 打從娘胎沒比較過 老師Mac的剪貼不好用嗎 你也沒比較過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特性 都只記得最後一個 你不覺得你怎麼教他都不會嗎 你根本就沒有教過人家 對不對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剪貼不加強的小工具 它可以幫我們記住 有點類似這樣 那如果說你暫時想要把這個文字記起來 一樣 我把它選起來Ctrl加C 我把它貼上 我們剛剛抓處的快速鍵是F1 對不對 如果呢 你看我滑到這邊來 你看一下那快速鍵 有沒有另外一個快速鍵叫F3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現在如果我 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剪貼簿裡面已經有內容了 我可以直接把它變成這個貼圖 了解 我就按F3 請問我的字有沒有出來了 所以你知道我剛剛一開始 怎麼跟老師分享那個網址了吧 因為我滾輪是不是要放大了 對不對 好 那因為它是字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如果你到時候還有需要 可以直接把它複製再拿出來 當然如果你不要也可以把它當圖片 直接儲存起來 就在那個圖 那個便利貼上面直接按右鍵就好了 這樣有看到了齁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做一個簡易的 好像計事 就是幫你做計事的 那麼今天我剛剛提過了 如果你不把它刪掉 下次開機司法會在 那你要刪掉它怎麼辦 你就在上面按右鍵就好 你在這個地方齁 你看我們來這邊按右鍵 但是這裡就要留意一下囉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 一個叫關閉 一個叫銷毀 請問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怎麼那麼喜歡問哪裡不一樣 因為真的不一樣 來你看一下 我按右鍵之後有一個選項 叫做在資料夾中顯示 有沒有 我先把它資料夾打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這兩種差別在哪裡 那因為我們是用免安裝的 所以它就會放在那個免安裝的目錄 其實呢 雖然你抓下來了 有沒有抓在這邊 剛剛沒有特別存檔 可是它有沒有幫你保存下來 其實是有的 是有的 那你今天呢 我用這個給各位測試一下 我今天如果直接按銷毀 它會馬上就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這個檔案就不見了 今天如果我只是按右鍵關閉 有沒有檔案還是會留著 欸 怎麼會不見 應該不是它 這個 這個會在 它什麼時候才會不見 等你關機的時候才會不見 也就是說 你今天 既然都已經關閉了嘛 它還是會消失 只差在說立即消失 跟 你不用的時候才消失 這樣你了解那個差別了 所以其實SniPage我是還蠻喜歡用的 就是我們在一般的抓圖 或者是當作一個便利貼 就蠻方便的 而且因為它又有Mac版 所以對大家來說 使用上就相對比較方便 好